哇 可痛苦了跟你讲 可痛苦了 比生孩子更辛苦 我是关琴 我是来自香港 今年35岁 来这边应该六年了 接半年 中国两期COVID 一次那个普通热症 然后三了一个宝宝 现在又怀孕了 都是在接半年之内做完的 那个时候怀孕九个月左右吧 应该三十五到三十六周 最严重是咳嗽 早上晚上一直在咳嗽 还引起那个公收 就怕它早出来早餐 所以也经过医院几天 除了这个咳嗽以外 就是七东西没有味道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吧 然后就是发烧 地烧了一天 大概三十八到左右 跟普通感冒的情况差不多 头晕 喉咙很痛 好像被火烧一样 第一期中的时候 是我儿子在学校感染回来的 第二次是今年七月份吧 第二次的时候没有发烧 情况比较轻微 跟第一次相比是还好 可是那个时候 我刚刚怀孕了 第二次应该是 是从我旧的那个公园过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 我都没有出门到 那个时候是很累 我在想 诶 中了咳嗽 为什么还累那么久 还多累一个星期 因为我家里人 都已经迷糕了吗 我在想 为什么我那么久 我超级无敌困 然后我就去自己宴 然后出来两个赶 两个都两个赶 你懂吗 然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个时候应该三个星期 怀孕三星期 我中了第一次冠冰以后 两个星期就生了我第三个宝宝 然后去到六月份的时候 还中了那个骨痛热症 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自己怀孕 可是把时间推回去 已经怀孕了 刚刚怀孕了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骨痛热症太辛苦了 比怀孕更辛苦 我 ok sorry 不是比怀孕更辛苦 比生孩子更辛苦 ok 因为生孩子 我可能痛 我几个小时 十多个小时 最多了 二十多个小时 可是骨痛热症 你是痛七天 你真的是整个身体的骨头 被打碎了七天 那个时候 皮肤超级敏感 我还手啊 脖子啊 腿啊 肚子啊 都是非常敏感 就算我穿这种 pure cotton的衣服 我都被它们挂到很痛 盖壁子也是很痛 然后我换衣服好像被刀刮一样 我没想到是会那么严重 骨痛热症那个 我买了一个网纱去盖住我宝宝 因为有时候它学校我会出去嘛 假如那个网纱盖住的时候 我就比较安心 买了一些比较天然的防蚊子的那些东西 有一些宝宝可以喷在衣服上 大人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的也是有 家里也是有点温香 比较新款一点的那些也是有